我这身衣服啊是我今天的活动 那先说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们去了罗东夜市 因为我们 我老公去那个罗东找他的同学 所以说我们就先去罗东夜市吃了点东西 然后给他同学送东西过去 我跟大家讲 我们算是宜兰的在地人 所以说在地人怎么吃呢 跟着我们走吧 我太久没来罗东夜市了 这边不是原来有一滩 很有名的那个葱油饼 哪里去了 搬去哪里了 我好想问警察先生 原来这边有一滩葱油饼啊 搬去哪里了 那很有名啊 很好吃哎 问问看 咱们先去买一串心呢 今天周日 所以人比较多 买十送一 一串心二十元 赞 这比较大的一串心 你看到没老公 好啊 这个是宜兰特色的小吃 三十五东在地人的高渣味 高渣味 高渣味 鱼吼 它这个就是一串上面有三个 然后它都算综合的 有三个口味 猪耳朵 然后那是蛋吗 那黄黄那是蛋黄吗 哦 快点 哦 谢谢 然后现在这个龙凤腿春卷了 很多人在排队 我们现在边吃边拍 宝贝你看它是龙凤腿是用那个网 网油磨 网磨油啊 看到没卷起来 然后炸的 你好我要各两只 谢谢 好 这一种甜辣酱 你尝尝看跟那个宜兰宜是哪个好吃 看 那春卷 春卷是韭菜豆芽 这个我也能爱吃 因为它没有肉 没有肉 绞肉 好心吗 太烫了 老公刚才那个宜串心好吃 那宜串心那个甜辣酱 大家一定要放 好好吃 然后这个是龙凤腿 这龙凤腿的东西算不算这边宜兰特产 这春卷我觉得很好吃 它很多汁 然后外皮又很酥脆 我现在要去买这个油橘的葱油饼 刚才我有问了一帅鞋老板跟我讲说在前面在他家里卖了现在 我在带郎跟我走就对了 到了到了 这个就是原来罗东叶是油橘的葱油饼 我们点了一个加蛋的一个原味的 你尝尝看 好多人爱吃那个什么郊西油橘那一间 我们觉得还好哈 我们爱吃旁边那个什么花生冰淇淋卷 对 这个的话是没有没有没加蛋的 我尝尝看原味的 我老公这有加蛋 加蛋应该比较香了 很香 其实我这没加蛋的他们家就应该很香 里面葱还蛮多的 罗东叶是圈圈王 确实我第一次看到猪店面的圈圈 套圈圈 是我猪店面的 哎呦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巷子 第一二第三间的雪花冰站呢 这间卤味我看也很多人在排队广东卤味 包心粉圆也是罗东叶市的名产 然后后来原来是一滩 然后后来好像是先生跟太太 哎呦 后来是先生跟太太分开了 然后就是一人一摊 然后现在就可能很多看到什么未解包心粉圆呢 什么的 所以名字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一些未解包心粉圆 很多人在排队 最近啊赵伯当贵羊肉汤的话也是非常疯狂 每天都在排队 今天还好 哈哈哈哈 马上打脸 啪啪打脸 我发现台湾人巨爱玩那个什么蛋猪 对不对老公 一起回到小时候 蛋猪糖 这个就是台湾人的幽默 坏掉了 然后他说今天肚子痛请假了 今天闹脾气请假了 哈哈哈哈 庙口现做润饼 哦60年了 我刚才有看呢 他们是12345种料 这是很厉害的手工蛋饼 你看这皮有多薄哦 这一张 诶那个很好玩 感觉很像水干史莱姆 对很像 我女儿说很像水干史莱姆 哈哈哈哈 是这样子 60年老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他要一直甩 要不然就掉地上了 对不对 水干史莱姆 对耶 啊 这样一抹就一张 经过我再三的考虑 内心的挣扎 我决定要芥膜口味 你不要吃吗 不要吃 那我要芥膜咯 哈哈哈哈 真的不要急 你们是在走路环岛吗 我们骑鸡车 哦我们月底也会骑鸡车环岛 真的啊 那几天 八天 哇哈哈 我们这次骑五天 每张的话差不多是两张皮 嗯 蛋酥 然后咸菜 哦这酸菜吧 肉 这个肉比较不一样 妈妈我想吃地瓜球 哦 六样配菜 还有高丽菜 豆芽 我只要吃地瓜 嗯 嗯 哈哈哈 现在女儿他们在排队买地瓜球 哦 我来吃润饼 哦很贱 宝贝你要什么口味 美粉 然后我是听我老公罗东的朋友说呀 他们都是羊铺子 不是吃的阿兆伯 有没有罗东的朋友给我说说看呢 分享看看 你是吃哪一家羊肉汤 我二刷了 这买回去给大嫂带回去的 因为大哥他们吃送 这龙凤腿啊跟春卷 我也买一份给大嫂 很有来头哦 有获奖哎 行政院的奖 银制鸡 然后我昨天在这个夜市的时候 我就看到两个年轻人写的30岁 送自己30岁的礼物 他们呢我以为他们是徒步环岛 你知道吗 要说哇好厉害 我真的很佩服徒步跟骑脚踏车环岛的朋友们 真的你们好厉害呀 我真的没办法这样 我女儿在两岁的时候 是我家第一次开车环岛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 我有带着我那个小阿姨跟我外公 开车环岛这样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我父母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也环岛过 就都是开车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想说玩一点不一样的 好体验看看机车环岛 我们就是跟这个 刚才就是环岛的人 他们是从台中上来的 他就说他们这一次的话呢 打算先五天 然后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再请假 再来五天 所以说一共是安排这样十天的行程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还在犹豫说 到底是走这个滨海啊 西部啊 还是说走这个台中这样 走这个这个什么台三线这样 然后他就说 台三线的话可能更有顽头一些 然后我确实也是在我这个 影片的这个评论区的话 看到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也是在说说 建议我们在北部的时候呢 就走台三线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走走停停 然后玩一玩呢 有一些景点呢 这样的话比较好 我想说 哎也是那我应该把看海的这个机会的话呢 留到这个 因为我们走逆时针 所以说在回程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 就是走逆时针嘛 回程的时候就是 太平洋那一边的话就会在我们的右手边 哦那景色超级美 真的超级美 我每次去花莲的那边的话就是 或者是环岛的时候路过台东 就肯定那边一过去 哇那海我都觉得好美啊 所以这一次的话的一定是更更舒服的玩法 就是可能路上会辛苦一些 可能会觉得有更危险一点 但是这个景色的享受跟开车呢 绝对是不同的 因为以往都说我开车 我更多的注意力的话是在车上面 在行车安全上面 所以这次骑机车的话呢 我想说如果有这种B车弯呢 什么的话 可能就就是可以停脚下来的点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的欣赏太平洋 我真的觉得太平洋好美啊 所以真的期待这一次的话就是 三月底四月初这样的一个 机车环岛 那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就商量了一下 我们也听取大多数网友朋友们的建议 就是我们打算走台三线 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台三线呢 或者是说这一路上啊 我们打算台中台南 然后墾丁两晚 台东花莲 然后银兰 就这样一路这样再回来 所以说这一路上 大家有什么好推荐我的 好吃的好玩的 那就给阿丹留言吧 那我们就要去今天的行程了 今天的行程的话也很值得大家期待 这个绝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真的 我估计有百分之九十多的台湾人 不知道这个地方 那真的好美 好了 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 拜拜